在这个中国乒乓球一家独大的时代 要在竞技赛场上尝到胜利的滋味恐怕有点困难 不过这并不妨碍乒乓球在民间大放一彩 只要你爱好乒乓 不管你水平高低 都可以玩得让你心跳 让你扣人心弦 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民间乒乓球点评 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一个球 左边队员扣球 正手再扣球 再扣球 我们用慢动作来看 右边队员他这个发球的动作 还是很专业的 大家一看就期待 还是很专业 戳球呢 戳得好像比较高一点 左边队员可以拉球 拉了第一个球 一边队员接过去 右边队员可能身体 第一个接球的身体退太远了 所以你看 越来越远 对他是不太有利的 左边队员再拉第一个球 右边队员没有接起来 我们来重复右边队员接球的动作 可以看到他那个 第一个接球的时候 他就退太远 这个球不退 然后你得意站在那个中台的位置 接球就比较稳健 我们来看右边队员接球 半动作 他接球以后 你看脚退了几步 这几步是不该退的 所以不稳 如果不要退的话 那站在中台的位置 才会推挡 而且速度快 会对方造成更大的威胁 我们来看第二个球 我们用慢动作来分析 这个接球有点高了 所以反手拉球拉过去 对方推过来 但是左边队员没有接住 我显左边队员失误的原因 是第一个拉球的动作太大 你看他第一个拉球动作太大 他反手拉完球以后 又向右边甩 右边甩那个动作是多余的 动作太大 动作太大 就导致你下一个球 你就处理不好 而且他拉完球以后 整个身体都挺直了 然后没有回到原来的身体的位置 所以他接这个球的时候 几乎是站着接球 身体的位置 不过可能也是失误的原因之一 好 我们把这个球再来复习一遍 我们来看第三个球 穿红衣服的运动员 把握机会扣球得分 现在我们用慢动作来看 逆选招发球 发球过高 他很白档 白档也摆得比较高 好 这个队员扣血下得分了 我们来看他为什么会发球过高 他发球的时候呢 球是接触到桌子的边缘的角色会跳高了 没有接触到桌面 我们看到穿红衣服的运动员 这个球是可以扣过去的 但是他可能速度慢了一点 没有扣过去 他戳过去的时候 那个黑衣服的运动员也继续戳 其实这个也是个扣球的机会 从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 平板球比赛中 大家都可能会措施机会 也都可能会把握机会 就是看谁能最后能够把握机会 谁就会取得胜利 机会是顺其万变的 正如我们说的 机不可失 时步再来 我们来看第十个球 看慢动作 左边队员在发球 他发球之后 右边队员接球是比较低的 但是左边队员接了一个比较高的球 被队员扣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左边队员 搓球过高了 导致被动被扣杀 在云江业余运动员中 很多人都对搓球不重视 其实搓球是一种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要搓好并不容易的 在比赛中 搓球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 特别是在前三把没有机会上手进攻的时候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他能控制对方进攻 给自己制造机会 搓球要搓得又低又短 搓高了 就会失去主动 反正如果队员搓球过高 就要抓住机会进攻 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球 我们来看漫洞表 后边这个队员发球 接花球帽高了 在他即时调整位置 把对方的球反扣过去 这个球我觉得后面的队员 面对帽高的球 扣球的位置 如果是在两边的话 两个角度的话 推力就更大 我们最后再把这个球看一看 今天的点评就到这里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不一定准确 欢迎大家批评此处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